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几乎所有的佛弟子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而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则必须要蒙西方三圣的接引才能到达 那么为何佛弟子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呢? 净雅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 何为极乐世界 何为西方三圣 那西方三圣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样的呢? 为何我们要供奉西方三圣呢? 我们又怎样才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先说说何为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阿弥陀经上是这样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 齐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足了 顾名极乐 意思是这里的众生没有痛苦 只有快乐 所以称为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西方极乐世界是由其教主阿弥陀佛 以阴地修行所发之四十八大院 感德之 庄严 清静 平等之世界 那里以黄金为地 到处都是由金 银 琉璃 玛瑙等宝物组成的树木 楼阁 还有七宝石 八宫得水 那里的莲花大如车轮 有各种颜色 放各种光明 微风吹动 树木会发出唯妙法音 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的身体一律是紫模真金色身 也就是金刚不坏之体 寿命无量 没有老 病 死 没有痛苦 再加上这里的众生每天听阿弥陀佛说法 且不会再退转 直到究竟成佛 这就是为什么佛弟子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了 西方三圣的前世今生 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可不容易 阿弥陀佛激功累德所建造的西方极乐世界 离我们人类世界有十万亿个大千世界那么遥远 但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 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了众生 并亲口传授了 持送阿弥陀佛名号这一方便法门 也正是由于这一法门殊胜无比 又简单易行 所以便广泛流行开来 使阿弥陀佛信仰深入人心 所以佛教弟子见面打招呼都是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依着他曾发下的四十八大红誓愿 接引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并真诚持送其名号的十方众生 帮助他们了脱生死 离苦得乐 乃至最终究竟成佛 观世音菩萨和大势智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左右邪式 合称为西方三圣 是专门接引佛弟子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为什么阿弥陀佛偏偏选中 观世音菩萨和大势智菩萨呢 作为左右助手呢 这里面有前世的因缘 传说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 大势智菩萨在往西 有父子血缘之亲 阿弥陀佛诞生于 九元宝藏如来注释时期的 古山提兰国 是其国王名叫吴正念 有两个孩子叫不炫与尼摩 父子三人放下地位与财富 随宝藏如来出家修行 三人发无上菩提心 在修行上勇猛精进 达成宏愿将来终成佛 宝藏如来为国王吴正念授记 为阿弥陀佛 两位王子分别授记为观世音菩萨和大势智菩萨 既是左右显示 未来弥陀露灭后 二者将依次递补佛威 他们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 教化众生 为何要供奉西方三圣 佛教因果教化众生 是人中有意思 离命中时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得要西方三圣接引而至 所以很多佛弟子家里都会供养西方三圣像 其实供养佛菩萨对自己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有帮助的 供养西方三圣可以看到阿弥陀佛 自身修炼无上智慧亦光明 海阔天空宽容大度去处世 看到观世音菩萨就会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也能激发我们内心的慈悲与善念 常常供养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专门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可以得无量的福德 可灭无量的罪业 看到大势智菩萨 无边智慧具体体现在专修念佛三昧 所以说我们要想开发智慧 学会慈悲喜舍 就要向大势智菩萨学习 专修念佛法门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西方三圣三者相得一章 以阿弥陀佛的中位无上光明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 和大势智菩萨的智慧 喜舍为两亿 便能非无量光寿的宝座 虽然说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很遥远 但只要我们发起无上菩提之心 一心持念阿弥陀佛 修习种种善业功德 以此回向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 大势智菩萨及诸大菩萨 清净海中 便会显现面前 皆因往生彼国极乐世界 那我们怎么才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是不怀疑不夹杂 一心专念 信愿行三资粮具足 人人都可以到达我们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从此刻开始精进修行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布施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